這張河岸藍山 談的是在淡水河口 其實很多作品都跟我在騎腳車的路上 都會有一些取材上面的關聯 到他黃昏的時候 河岸的水跟天上的天光 以及堤防上的燈火 交織成一種非常獨特的音樂上面的韻律感 其實在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常會說淡水細造 是台灣一個很重要的景色 這個景色對於我來講 其實它也是我生活上面的一個 蠻重要的一種生活歷程 畢竟常常在那邊騎車或者是休閒 然後這一個空間對於我來講 也是一個充滿回憶的一個空間 那在於我來說呢 也是一樣的 經由這樣子突出畫面的一種空間結構感的一種暗示 來傳達出一個屬於河口的一種空間的一種開闊感 橫向的水波紋以及橫向的提防提案 然後再配合船隻的一個物質與搭配 就是我慣用的一種Z字型的構圖手法 那在於這樣子的空間來說 一個光線配合上一種特殊的材料的一種固執 在不同的視覺角度下 它會產生出一種恍惚的燈火藍珊的一種情感 或者是一種視覺上面的陶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